現在我們要來介紹 怎麼來做海鹽冰咖啡這一道 首先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用到哪些材料 這裡我們會用到果糖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海鹽 海鹽至於你要使用白色的海鹽 或者是礦物的玫瑰鹽都可以 我們今天準備的是海鹽 然後吉隆咖啡 再來就是我們的鮮奶油 動物性植物性都可以用都沒關係 然後另外這裡有準備求的是香草冰淇淋 以及我們的冰塊 首先我們先準備一個 這裡要能耐熱的容器 因為有時候可能一下子不小心 媽媽會直接用杯子來泡熱的冰咖啡 然後再把泡好的熱咖啡再轉換成冰了 那杯子遇到熱水其實很危險 它很容易裂掉 所以你一定要確定找一個容器是可以承受熱水的 才可以 那我們在這裡面加入100cc的熱水 在這裡面加入100cc的熱水 然後把我們的咖啡 吉隆咖啡裝進來 因為我們今天要示範的是500cc的量 所以我們這裡使用的咖啡的量 就是兩大匙 就兩大匙 就把兩大匙的吉隆咖啡粉加進來 好了之後呢 請你把它攪拌均勻 讓這個吉隆咖啡可以完全溶解 記住一定要攪拌 因為吉隆咖啡如果你不攪拌 它會結塊在那邊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把它攪拌 讓它完全融化 那我們現在把它攪到完全融化之後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來製作了 我們先把它擺在旁邊備用 那我們先把我們要做海鹽 上面那一層白色的奶霜 把它製作出來 因為海鹽咖啡最重要其實是上面那一層 帶有一點點淡淡鹹味的奶霜的部分 我們直接把我們的鮮奶油倒進來 再來呢 把我們的香草冰淇淋一球加進來 最後加入我們的海鹽 那海鹽的量不要加太多 我們這裡加的海鹽的量 是一小匙的量而已 因為我們只要讓它有鹹味 那你太多會太鹹 好了之後呢 就可以把果汁機裝上來 那這裡請媽媽蓋子不要蓋 稍微遮一下就好了 因為我們要邊打邊觀察 我們希望它打起來的不是完全發泡 它是有一點點瘤子狀的 這樣就好了 不然你完全發泡太硬 它沒辦法融在我們的冰咖啡裡面 所以我們在打的時候 在按開關的這時候 稍微遮一下就好了 開關啟動就把它蓋子打開 好 我們用果汁機就可以打 鮮奶已經打好了 那我們拿一個容器把它倒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打好的鮮奶油它的狀態 你看它還是流質狀喔 不可以完全是固態喔 如果是固態狀 它就沒有辦法融在我們的冰咖啡裡面 所以它必須還是保持這樣的流質狀 那我們裡面有加一球的香草冰淇淋 所以它會增加它的香度 那我們現在來把我們的容器 在這杯子裡面裝入我們的冰塊 我們先把冰咖啡的部分製作出來 這裡要請你加滿我們的冰塊 把冰塊加滿 好 加滿之後就把我們的 剛才做好的這個熱咖啡 把它倒進來 那我們倒的量記住不要太多 大概七分滿到八分滿的量就好了 然後我們要加入我們的果糖 果糖加進去的量是30cc的果糖量 把它攪拌均勻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 找一支大一點的湯匙 把我們的這個海鹽的部分加進來 然後我們附上一支吸管 這樣就完成了我們的海鹽冰咖啡 歡迎歡迎收看 如果你們一起進去 我們的海鹽冰咖啡 。